那我們會先拍頭皮的皮質性 頭皮檢測導入AI大數據 加速檢測效率 角質的部分也比較厚重一些 高倍數攝像頭頭皮分區拍攝 辨識皮質性 角質堆積狀況及頭皮問題 這個AI檢測其實是 導入了15萬筆的圖資 讓這個整個大數據去做一些訓練 所以他其實是很快的 可以去做一些判讀 仔細看來做檢測的人 年紀看起來好年輕 髮際線也是從這邊 以前很比較低 然後現在越來越高 臉就會看起來越來越大 然後因為我工作是舞者 所以我很常需要做造型 所以我們頭髮都是綁 可能比一般人 可能要再緊個三四倍 所以可能用力的拉扯 或是用噴髮膠 要固定要定型 加一堆什麼亮粉之類 再回家 我什麼在保養都沒用 他除了斷髮 他整個會直接從頭皮一直掉下來 然後我每次只要梳頭髮 地板上全部都是我的頭髮 28歲的林渝山是一名舞者 三年前發現自己原本茂密的頭髮 開始嚴重掉髮 我會一直掉頭髮這件事情 到我每次上台我要做造型 我就又會很擔心 可是如果我不用那些髮膠去固定 讓我的妝都是在100分的狀態的話 我又會覺得我這場演出不夠完美 上班族丁品函也面臨相同問題 去年底的時候我就去燙了一顆 那個復古卷 就是那種爆炸 類似爆炸的頭那樣 然後就超級開心 然後但過了大概一個月之後 我就發現就是洗頭髮的時候 那頭髮就是就這樣順起來 然後這是一大戳的那種 染燙髮容易傷害髮質 造型品也會影響頭皮 睡眠習慣更讓掉髮變得更加頻繁 可能是睡比較少吧 年底比較快樂一點 什麼意思 沒有就是年底就很多節日啊 就是可能也沒有在睡覺 就是身體可能沒哭好 落髮問題造成很多人的困擾 尤其落髮現在有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 醫師認為這個跟現代人的生活作息 還有工作壓力息息相關 建議要提前預防 那一般如果是看男生的雄性禿 大部分都是在25歲前後就會來看 釣髮對心理的影響其實蠻大的 假設我們以雄性禿為例的話 他們有去調查過 就是15歲到35歲這一群 比較年輕就有雄性禿發生的 這一群的病人 他們對心理的影響 是遠大於35到55歲的這一組 對 因為他會覺得 欸我怎麼這麼年輕 就有落髮的問題 那又看著家人 有這樣的落髮狀況 就覺得好像自己很快 就會走到那一步 對 大概有三成左右 是會有焦慮的情況 大概有5%左右 會有到憂鬱的情形 根據調查 國人30歲以下 有釣髮徵兆的比率高達6成 數據顯示 九成國人有頭皮困擾 其中頭皮一出油 油脂分泌旺盛 佔最大宗 第二名是頭髮扁塌 第三名是落髮 毛髮稀疏 在30歲以下的這些客群 已經從大概從27%增加到35% 那很多客人 其實這些年輕客群 以前只是追求一些健康的洗髮 洗護品 現在其實蠻多都會詢問到落髮問題的 壓力大 免疫失調 遺傳因素 都是造成調髮年輕化的原因 培養健康飲食 良好生活習慣 放鬆心情 有機會延緩調髮 建議就是定期做好頭皮的 這個頭髮的這個檢測 它可以及早確認你的細髮的比例 有沒有異常的變化 那假設有這樣的情形 就是注意幾個原則 第一個我們叫吃巧 就是要吃對東西 甜的東西少吃 含糖飲料 手搖飲 這些都會讓我們的頭皮 皮膚有糖化的現象 也會影響我們毛囊的健康 那蛋白質的補充要適量 就是奶蛋 魚肉 豆 這類的蛋白質 那再來就是要睡飽 其實睡眠會累積一些能量 那這些能量用來應付 我們日常生活的 心肝 脾肺 腎這些的所需 最後剩了才會到頭髮跟指甲 所以假設你累積的能量是不足的 那你頭髮跟指甲的營養 跟能量會相對比較弱 要決定聰明 但千萬不能決定 好好保養才能解決 這三千煩惱絲的煩惱 TVBS新聞陳如煥王會與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oberritt採訪報導 ourt health 血涼